台風吹襲過後,影響本港道路環境 導致四周發生塌地和交通意外 現場有學校進行露營旅行,涉及多名師生受傷 要防派出搜救拳和使用生命探測器,成功搜救多名師生 另外,電台通知收到大量市民的報案 表示不同河友山泥傾射,發現多人受傷和失蹤 同時,航拍機專隊在石湖新村近河流發現有人在河流漂浮 警方亦想在此作出一個呼籲 在天氣惡劣的日子,要儘量避免任何海上活動及遠離岸邊 以免發生危險 在天氣抖出搜射,被揭海出消失蹤 在天氣抖出搜射,遭海出消失蹤